变态杀人犯终于是出现了 原来痛恨仿生人 并摆出这些诡异现场的幕后凶手 其实自身就是一位仿生人 而他杀人的目的也很简单 只是单纯的想拯救同类罢了 拯救他们 帮他们解脱他们自己的初始执念 别再为自己的变态找借口 原来这凶手名叫天红 是被明谋较早抓到的一批仿生人 本来明谋在抓到仿生人后 往往都是遣送回对方的所在国家 可谁知这次不同 天红竟被偷偷转到了另外一所实验室 也就是在这里 他们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的摧残 精神施压 挑战神经底线 只要是有关精神上的测试 这里都是无所不用其极 直到有一天 内部不知发生了什么变动 所有关押的大门突然打开 仿生人们就这样全逃了出去 而天红就是在接下来的流浪生活中 遇见了这位改变他一生的女人 对方名叫罗素 也同样是一位被遗弃的仿生人 说吧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我让你帮我把脸擦干净 我也有过你那时候 那时候要有人帮我 该做好不好 或许是出于经历相同 两人在后面的日子里 也开始慢慢走向了一起 可本以为生活即将奔赴美好 没想到反转却悄然而止 就在这晚下班时 天红已经计划好了一切 打算今晚就向罗素表白求婚 罗素是在俱乐部上班 两人也因此约到了俱乐部见面 可谁知等来的 却是一帮人的戏血 你看这个白痴还在这儿 哎呦 我看这个情人 拿自己当人 吃吃等候等多久啊 哎呦 往生人竟然还会写情书 罗素再也不装了 他将天红写的情书 当作玩笑一般念给了所有人 而也就是此刻天红才知道 原来罗素的初始执念 就是玩弄男人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于他来说 都是早已逃脱不了的系统设定 然而爱之深切 当一个人爱到疯狂的那刻 注定会变得无法控制 眼看罗素已经无法改变命运 于是天红就这样 活生生地将罗素给掐死了 美其名曰解脱 至于现在 天红把一切秘密都告诉给了安秋 包括他杀的其他人 也全部都如实交代了出来 而他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想请安秋帮忙 利用他的内部身份 彻底揭开明谋表里不一 利用仿生人做研究的肮脏真相 他也不怕安秋不答应 因为天红还有另一个秘密没说 那就是有关安秋的背景绅士 其实安秋也是位仿生人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从他被遗弃后 就一直和哥哥两人相依为命 但直到有一天 明谋开始打击仿生人入境 开始大肆地进行抓捕驱逐 也就是在这过程中 哥哥不幸遇害 这也是安秋调查真相 所以加入民谋部门的重要原因 可他虽然不知道 但天红可是对当年的事情 再清楚不过了 而杀死安秋哥哥的也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搭档陈末 是谁杀了他 陈末